一个宗教信仰的负面,其原因可能非常复杂,从目前的记载来看,如果一种宗教信仰能够做成世界性,那么其文化根基和理论内核一定非常深厚,否则,别说在世界范围内发展,就是在某个区域内也很难生存。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宗教其实就等同于文明,没有宗教的辅助,就没有文明的发展。 因为宗教赋予人类强大的心理安慰,在古代许多自然现象问题无法找到答案时,人们可以通过宗教来慰藉不安的内心。 例如,远古时代的萨满礁就给予了人们强大的心理安慰,当人们遇到无法解释的现象时,内心会感到惊悚和害怕,这非常不利于人类的发展。 而在萨满礁的帮助下,人们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,从而让内心可以安宁。 因此,在周而复始的宗教活动中,人们的内心越来越强大,在面对困难时也更团结。 如今,佛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全球三大宗教,他们都有能力达到这种效果。 当然,这需要在其内核的基础上具备强大的实力,换言之,凡是能够成为世界性宗教的理论内核必然十分完善。 只有这样,才能解答世人所有的疑惑。 因此,从理论上讲,这些理论内核完善,文化内涵深厚的宗教几乎不可能被消灭,至少目前是这样。 不过,事实无绝对,历史上曾风靡一时的摩尼教最终走向了覆灭,这使得它成为了唯一一个消失的世界性宗教。 摩尼教是一种源于古波斯的宗教。 由基督徒出身的波斯人查拉图斯特拉创立,摩尼教主张善恶二元论和修行实践论,认为光明与黑暗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,通过修行来克服欲望和私利达到完美的精神境界。 摩尼教在唐朝时传入中国,被称为明教或者拜火教,摩尼教在中国曾经盛极一时,但在元朝之后逐渐衰落,最终被取缔销毁。 摩尼教虽然覆灭了,但其留下的思想遗产仍然具有重要意义,摩尼教的二元论和修行论对于后来的禅宗、道教等中国本土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而其提倡的平等,大同理念也深刻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等近代思潮。 根据摩尼光佛教法一略的记载,约公元216年,一位名教摩尼的男孩在巴比伦诞生。 由于父母均具有一定的宗教背景,他从小便接触并学习了许多宗教知识,并加入了父亲所在的犹太派基督徒派。 然而,摩尼声称自己一直受到天使的感召和启示,当他24岁时,更获得了神的启示。 于是,他离开了先前的教派,开始创立摩尼教,据摩尼自述,他的教派中的许多教义都源自神的传授。 此后,摩尼开始四处传教,虽然起初只有两名追随者,但随着他的影响力逐渐扩大。 埃及、叙利亚、希腊、意大利、小亚西亚、高鲁以及西班牙等地区都曾是摩尼教盛行之地。 不仅在西方,北非和东方也陆续出现了摩尼教的身影。 可以说,此时的摩尼教已经能够与佛教等世界性宗教教派相提并论。 公元694年,在武则天的允许下,摩尼教建立了寺庙。 从此在中国落地生根,到了五代时期,摩尼教的名字改为明教,也就是我们熟知的,以天屠龙记中的明教。 因为教义规定,一旦加入摩尼教,就绝不能改投其他教派,如佛教、道教等。 这导致摩尼教受到了其他教派的排挤打压,为避免被镇压,摩尼教逐渐转入了地下,成为了一个秘密宗教。 但是,由于其信仰光明,人们便开始将其称之为明教。 然而,在中国历史上,明教的名声并不算太好。 此外,臭名昭著的白莲教也是明教的分支之一。 历史上的许多起义军背后都有明教的影子,尤其是著名的方辣起义。 甚至在朱元璋的身上,也能找到明教的蛛丝马迹。 摩尼教的创立 从四岁开始,摩尼便随着父亲一起在厄勒克塞教派中生活。 厄勒克塞教派以禁欲和实行繁琐的禁礼为特点。 而也是从小时候,摩尼便开始宣称自己能受到天使的启示。 天使这一概念应当是在很多宗教中都存在的。 而每个宗教的天使各不相同,我们不知道摩尼所谓的天使究竟是哪一宗教的天使,亦或是他自己的天使,但无论是哪一方,至少不是厄勒克塞的天使。 因为在他24岁时,他又受到了神我的启示。 神我一词来自于古印度婆罗门教的数论派,该派别认为神我是产生一切物质运动和生命现象的精神本体。 当然,我们也不清楚启示摩尼的神我是否是这个神我,但总之他受到启示了,于是就与厄勒克塞教派决裂了。 我们可以想象古往今来因为宗教所造成的惨剧,包括但不现于哥白尼的去世,著名的琼斯镇惨案。 即便是在近现代,宗教依旧有着强大的洗脑和精神控制能力,何况是在1700年前呢? 于是,摩尼很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应当铲除的异教徒,但好在他的父亲保护了他,让他安然地离开了厄勒克塞教派,来到了波斯大地上进行传教。 起初的信徒只有两个人,不过后来他的父亲也皈依了他的教派,从摩尼受到神我启示时,摩尼教便产生了。 在传教的初期,摩尼与其信徒在波斯大地上跋涉,后来通过海陆来到了印度。 当时的杜兰国王选择皈依了摩尼教,在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,摩尼等教众又回到了波斯大地。 他成功与波斯萨山王朝的国王的兄弟搭上了线,并结交为朋友。 通过国王的兄弟,摩尼不算太难地,获得了觐见萨山国王沙布尔的机会。 他在此之前写了一本名为《沙布拉干》的书来阐述摩尼教的教义,并在这次难得的觐见机会中,将书献给了国王沙布尔。 沙布尔看完之后,直接给了摩尼书面文件。 准许其在萨山王朝土地的每个地方进行传教,至此摩尼的传教还算顺利,除了最开始创教时差点被人绑上绞刑架。 在此之后,摩尼教也在世界上开枝散叶,即便是在摩尼去世之后,公元273年瓦赫兰仪式继位改变了对于摩尼教的政策。 瓦赫兰仪式回绝了摩尼想要去贵双地区传教的请求,而是召他来朝廷,而易如摩尼所料。 当他来到朝廷时,便受到了国王瓦赫兰仪式的指责,摩尼抗辩,并被投入了监狱。 倘若不抗辩,会不被投入监狱吗? 或许会吧,但瓦赫兰仪式除掉摩尼的想法,估计已经决然,不会因为这点小插曲而改变想法的。 在公元274年的2月26日,摩尼死在了狱中,自此,摩尼教创始人的一生便结束了。 而在他身后的摩尼教派,依旧留存着他的身影,继续在世界上存在了上千年。 公元300年左右,摩尼教正在罗马帝国与基督教进行斗争。 远在几十年前摩尼还存活于世的时候,摩尼教便已经传播到叙利亚、巴基斯坦、埃及等地了,当时摩尼教所遍布的地方,正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区域,也正是基督教所覆盖的区域。 基督教更是重量级选手,摩尼教在这里便受到了两面包夹之势,一方面是罗马帝国的迫害,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的竞争。 不过对于基督教也是如此,因为罗马帝国一视同仁,全都迫害。 但是基督教后来取得了罗马帝国国教的地位,那自然是容不下摩尼教,于是便又是一场宗教之间腥风血雨的斗争。 这是新的斗争,也是旧的斗争的延续。 摩尼教在这片土地上一直顽强生存到了公元九世纪。 在公元一千年之后,便再无摩尼教的身影了。 欧洲也曾出现过一些教派,但也只是带有摩尼教的影子,就像摩尼教曾来过,又不曾来过一样。 而在东方,摩尼教的存在时间更长,名声更大,这也要归功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,让摩尼教名声大造,或许有人会疑惑。 这金庸先生的小说里,也不曾见过摩尼教这个名字啊,因为摩尼教后来更改了名字,叫做明教。 这名字确实可以说是加于护晓耳熟能详了,摩尼教传入中国是在公元六百九十四年,也就是武则天严载元年。 这时候,距离摩尼去世已经过了四百二十年,也不知道摩尼曾经是否预料到自己的宗教可以传播得这么远。 不过仅在三十多年后,唐玄宗便下令禁止摩尼教,此时的摩尼教也符合了名字带给人的印象,融合了部分佛教的教义和内容。 于是唐玄宗表示,你这摩尼教就是个谣言惑众的宗教而已,还装成佛教来我大唐招谣撞骗,于是摩尼教便被禁止了。 不过摩尼教在回湖的情况较为乐观,在被唐玄宗禁止的大概三十年后,摩尼教传入了回湖。 那时正值唐朝平乱。 回湖前往驻镇,机缘巧合之间,回湖的可汗便带回了四名摩尼教的教徒。 回国之后,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,最后决定改宗为摩尼教。 由此借助回湖的势力和回湖与唐朝交好的情况,摩尼教得以重返大唐,并在唐朝各地开始设立寺院。 自此开始了摩尼教较为辉煌的一段时间。 虽然后来当回湖国力衰弱之后,摩尼教还是遭到了唐朝的禁止与驱赶,不过摩尼教借助唐朝之外的力量存活了下来。 到了宋朝,摩尼教已经更名为明教,而大概明教被视为邪教的源头。 也是从这时开始的。 南宋时期以摩尼教名义或是顶着摩尼教帽子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。 而其宗教运动也确实在民间较多,在宋朝的禁令之下依旧顽强地存活着。 而到了元代,朝廷并不对摩尼教赶尽杀绝,而是设立了管理宗教的管领。 不过后期元朝开始腐败之后,民间包括摩尼教在内的各个宗教开始融合,形成了红金军起义。 而到了明朝,朱元璋对于摩尼教也是大力镇压与禁止的态度,除却国号仍为明之外,一切与明教有关的事物都被下令整改。 摩尼教覆灭的原因主要是当时人们思想封闭,难以接受新宗教新思想,宗教迫害,行为屡见不鲜。 而摩尼教在中国发展成的明教,情况就更特殊一点。 明教当时主要是把反抗统治阶级的精神加进了教义里,利用民众的奋慨引导起义。 后来,天下太平了,百姓的生计有了着落,摩尼教的传教活动就艰难了很多。 再加上统治者的禁止,摩尼教就因此覆灭。